努力对上音乐节拍 每一个动作对老汉儿来说 都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特别准备表演 在圆圆会十周年纪念上演出 从101年开始 无数场的老汉儿公益活动 已经帮助许多家庭度过难关 镇上名流 领袖人物全都到场参与 国内对老汉儿的招呼上最大问题 还是出在相关机构普遍不足 以台北市来说 还有一万多人在排队 等待进入照样中心 圆圆会集合了各界的力量 号召募捐 还帮助老汉儿媒介工作机会 让他们更有社会能力 他们没有办法在意的话 尤其又是一些小型的教育院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一旦生病 他就不能够在他 智能很有限的状况下认识的人 其实早知 这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非常深刻的事情 十年来对老汉儿的招呼问题 不离不弃 在周年之际 举办感恩晚会 除了让各界更了解 老汉儿幸福终老的问题 也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发方式并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 八大民生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